雄林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學生客運專車行進5號之路口時 跟一輛雙載機車發生了碰撞 騎士友隊騎士頭部受到重創傷重不治 而乘客則是受傷送醫 另外在台中則是有騎士違規闖紅燈 差一點撞上帶轉區的機車跟行人 騎士騎士從產業道路騎到路口 轉頭看了看後就轉彎 下一秒被一輛學生客運專車當場猛撞 騎士跟乘客連人帶車被撞飛倒地 司機趕快下車打電話報警 其他人聽到撞擊聲也都跑出來關心 人家帶大大車給你打翻 你不想說 你撞他撞他撞他 撞一聲我沒聽到 撞到 有三個也不明明 還用到 機車零件解體散落一地 客運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撞 事發現場在國小旁邊 是一個沒有耗製的路口 一路上都是煞車痕跡 79歲的陽性騎士頭部重創 讓傷重不治後座女乘客也受傷 160鄉道是屬於 一個一般車道跟慢車道 是一個多車道 另外產業大陸只有一個車道 呼籲民眾要少線道 讓多線道先行 這起意外造成一死一傷的悲劇 還好當時學生專車上是空車 沒有在學生 另外在台中有一名騎士闖紅燈 差點撞上帶轉缺的機車 不過騎士還不停車繼續衝 行人被嚇得連盲退後好幾步 雖然依法可以開罰闖紅燈 不理讓行人 但沒有拍到車牌 即使騎士違規也無法檢舉 見郭正義 潘欣宜 雲林台中報導